欢迎收看有熊老师赔你教数学 那今天是我们第一章的最后一堂课 那一般来说第一章上完就会断考 以后我的学校会到教二十一才断考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整理一下 这个第一章的一些综合性的题目 如果我今天要知道六到十九 包含六也包含十九的整数有几个 他有一个想法 就是六减十九减六这件事情 十九减六等于十三 这件事情是什么呢 这件事情在后面补两个字 一个箭头写箭格 或者你可以括号写这个格 也就是说十六要加到十九要加十三次 所以等于是你中间会跨十三个格 一格一格两格三格四格五格六格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跨十三格之后到十九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中间这个格子的地方呢 总共会有十三个格子 有十三个格子的话 如果你不看头跟尾 只看中间 那你有十三个格子 你中间有几个板子 再把它们隔开来 就是十二个 所以今天六到十九 六到十九 来下面写 不记头尾 如果你六跟十九 不去看的话呢 那总共有几个整数呢 有这个上面这个十三减一个整数 如果记头尾 也就是把六跟十九都算进去 那你也就是说你这个十三个格子里面 不只是中间有十二个格板 外面还有两个 把它夹起来 那你这个格板的数目反而会比格子多一个 对不对 所以其实会有十三加一个整数 那如果有这个记 记头不记尾 或者记尾不记头的情形 那就刚好是十三个 原本中间夹中间的格板十二个嘛 再多补一个再头 或多补一个再尾 所以刚好这两个就会是十三个 这样可以吗 所以这个是你减出来十六 十九减六减出来十三 那这样子到底有几个整数 如果头尾不看的话是十二个 如果连头尾一起看下去有十四个 所以我们刚才这个问题是 我们已经把这个十五跟二十剃掉了 所以六 五跟二十剃掉了 所以六跟十九我们都要的 所以这样子的整数在正数的部分就已经 正的部分就会有十四个 负的部分其实也有十四个 从负六到负二十 所以总共有二十八个 可以吗 就是这一题 那如果今天他这个题目只有写小于二十呢 只有写小于二十呢 那在正数的部分 一到十九嘛 一到十九就十九个 在负的部分呢 也是负一到负十九 也是十九个 那我要提醒一件事情怎么样 要把零算进去 所以如果今天这个题目是 这个X的绝对值小于二十呢 如果只有小于二十的话 他会有十九乘以二加一 加这个一就是要加零 这个也要算进去 所以会有三十九个 这就是如果他题目是这样改成这样子的 这个我们今天要特别教的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 其实也跟第一张整体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参考书商 也就是教材的编列 总是喜欢把它放在第一张 就是自行定义运算符号 这个米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我们从来没有看过 因为它是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符号 是题目自行定义的 那你看到这样子的题目 他可能会用一些奇怪的记号 比如说把这个记号 或者是这个记号 这样子 就是这个是他自行定义的 然后他这句话就是他定义的方式 A如果米B 那他算出来的结果 就是这样子去算出来的结果 举例来说 这个我们就用第一题 2米负4 那就是把A用2带进去 负4用 B用负4带进去 所以他就会变成 负的2平方 减掉负4 再除2 你看我们故意找了一个 蛮复杂的方式去算 来就是说明他的运算 思考模式 就是说他题目这里会提醒你 A米B要怎么去解 那你如果看到2米负4 就把A都用2带进去 B都用负4带进去就好了 所以这一题的话就是 4加4 再带一个负号 所以是负8除2是负4 这就是第一小题 接着来看第二小题 这个负2米负3 然后再负4 所以我们要先算括号内部 负2米负3 A用负2带进去 它是负的负2的平方 减负3 B用负3带进去 减完了之后再除负2 负2平方是正式 加3是7 所以是负7除负2 负2消掉 所以是2分之7 结果2分之7又米4 所以A用2分之7带进去 哦麻烦了 2分之7的平方 然后减4 带负号除2分之7 2分之7的平方是这个 4分之49 减4 那4是4分之16 所以减完是负的4分之33 再带一个负号在外面变正的 去除2分之7 除2分之7乘7分之2 因为没有得约 可以 等一下再来约 下面变成28分之66 所以约掉剩14分之33 这是这题的答案 这是这题的答案 十四分之33 这麻烦 好 下面有两个小题 那你们现在来写一下 数线上面0在这里 然后有ABCD四个点 请问这里有四个选项 哪一个是负的 下面这一题 请问符合这个条件 A的绝对值会在四个负式之间 这样子的整数A有多少个 算吧 虽然是考试前 不过我们还是不忘闲聊 那这个 我们前面介绍过了许多职业 其实有一种职业在这个世界上是 生活上是最常看到的 就是商人 商人或店员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 当然商人和店员的这个 从业模式是非常多元的 那不过我们来介绍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叫做 三角定位法 如果有一天你要卖东西 升角定价吧 快听那吧 如果有一天你要卖东西 那你的这个价格要怎么定呢 它的模式是这样子的 对你来说 你最想要卖的那一个东西 叫B 这个B呢 你定了一个偏高一点的价格 因为你要赚啊 你要赚钱嘛 假如说B是1500 那 这个你去找一个东西 比A 比B好 比B好的叫A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都觉得A比B好 比B好的是A 那A呢 比B好一些 很明显的好一些 但是它的价格呢 哇哦 9000 那 再找一个东西 比B差 差非常多 这个是A 这里是好一点点 加一个加 那 到这个 差非常多 就是扣扣扣扣扣 减了好多 那 这个东西呢 C呢 卖1200 那你就可以给顾客选了 假如说今天这个 含泪把我们的熊老师卖掉 那那个有顾客上门 他就会说 这只熊要卖多少 我就说这个 啊 这只熊黑二五这么多年 而且你看它这么可爱 所以我买1500 那顾客就说 哦 是哦 那 有没有别的可以选 你如果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给顾客选的话 那顾客可能就掉头走了 所以你要找东西给顾客选 就说好 那你看另外一只 另外一只 它呢 也是五味熊 然后呢 这个 就是它的衣服看起来比较新 然后这个 也没有掉毛的情形 那个 税数非常的年轻 所以保养得很好 那 那一只要卖9000 那 哦 真贵 那还有没有别的 你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这个顾客的预算没有那么高 那我就说 这个市场行情都是这样子的啦 不过当然我们也有给这个 如果有需求的话 我们也有另外一个层级的产品 那你看像另外一只 C这只熊呢 这个 缺眼睛歪鼻子 断手的 那这一只的话 我们卖1200就可以 那这样子 顾客就 其实说起来 你看 B比C好这么多 才贵个300块 也是很划算啊 所以他竟然就会选B 你们留意一下 你们假如去那个 卖场买东西 比如说电视机 或者说电脑 他们都会有最近 想要强打的某一个款式 那比那个款式 还要差很多 的价钱 其实都会跟那个款式差不多 然后比那个款式还要好一点的价钱 可能就会好 就会这个高的很明显 其实就是其实 这个B呢 才是真的 卖方最希望你买的 因为你买到A 他觉得愿意花到超过1500的人 已经不多了 他宁可牺牲A 就是很少来买A 没有关系 你们都去买B 这样他最赚 那很有趣的这一点 叫三角定价法 他当初在美国呢 是被揭露在一个这个 殡葬业的杂志上面 有人去投诉 就是有一个这个女性 她要办自己父亲的葬礼 那结果他去这个买相关葬礼的产品的时候 发现对方在跟他推销的时候 有一定的技巧 那他觉得很愤怒 就是我们家都有伤势 结果你还拿我赚钱 用想尽办法要赚我的钱 所以他就不满 他就把这件事情揭露在这个 殡葬业的杂志上面 结果让其他的这个 从商的这些人 看到说 其实很聪明 这样定价真的挺好的 所以就纷纷跟进 那这个就是三角定价法 其实有一些更传统的方式 广为人知 比如说你们假如去买那个 咸酥鸡 不要吃太多会胖 我就是一个伴例 如果你去买咸酥鸡 那个有经验的老板娘 你注意看他秤 他第一把 第一勺摇下去 他不会摇很多 他会摇一点点 放进袋子里 秤了之后 再一点一点 一直夹进去 那最后还是秤到那个重量 那没有经验的老板 老板呢 他就会一把摇很多之后放上去 然后就在你面前一颗一颗的一直把它夹出来 你就会觉得说 他这样是不是剩很少 其实可能他们最后剩下的都是一样的重量 可是这样子给这个顾客的感觉就不一样 这个都是操纵那个顾客的心理 还包括最近很流行的那个 有一个词叫做 网拍很流行 叫做加价购 其实加价购的东西也不见得比较便宜 但是消费者就会有一种预期心理 就是说你都已经赚了我的钱了 所以你给我加价购的东西应该是比较便宜的 所以很多人买东西其实就一直在加价购 那这个网拍业者也知道 他其实东西的设定也不见得要很诱人 他就放一堆加价购 就是我物品本身没赚到 我从加价购去赚 那这个大家如果有机会去 购买网拍物品的时候 要留意一下 加价购的东西不见得比较便宜 好 回来看我们这两题 下列哪一个是负的 这个 所以B是负的 A也是负的 C是正的 那这个A乘以B加C呢 因为我们要先乘除后加减 不要忘记了 所以这边会负负的正 所以是正的加正的 这个是正的 这个是正的 再来 A是负的D是正的 所以要先乘除后加减 所以这边是正负的负 负的加负的还是负的 所以这个就是负的 这个是负的 C乘以D这两个都是正的 所以算出来是正的 正的去减负的 减负的就是会加 因为会负负的正 减负3就加3 所以会越减越多 所以这个是正的 那C乘以B呢 因为B是负的 所以C乘以B这边是负的 但是它去减 所以是变成用加正的 所以D也是正的 所以这个也是正的 随选这个 可以吗 下面这一题 下面这一题 跟上面那一题的差别在哪里呢 A的绝对值在4和负4之间 请不要被它骗了 因为绝对值根本不可能比0小 所以你如果去想 4跟负4之间 那那个0123 负1负2负3 所以答案是7个 这样不小心还对了 可是你想错了 其实不是这样想的 为什么 因为其实这一边是黄字 这个大于负4这个部分是黄字 其实它只要有这边就好了 因为绝对值根本不可能比0小 它本来就要大于0的 所以其实它就是在问 这个A的绝对值小于4 这样的整数A有多少个 那这样子的整数也我们前面讲过了 就是刚刚算7个 所以这是这一题 那最后还有四题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下列何者不同 那0在这里 所以AB是负的 CD是正的 那来看这里 这一题在讲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绝对值A加绝对值B加绝对值C 这一题在介绍的就是 我们一开始教绝对值 我就要你抄在本子上那句话 绝对值就是距离 绝对值A就是 A到0的距离 所以绝对值A是哪一段 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就是绝对值A 对不对 那绝对值A加绝对值B 加绝对值C 这样子会变成这一整段 加这一段 可以吗 这个是第一个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A-B的绝对值其实就是 A到B的距离 所以是这一段 A-B的绝对值和B C-B的绝对值 C-B的绝对值是这一段 这两段接起来 最后它其实是A到C的距离 可以吗 可以吗 A到B的距离 然后C到B的距离 合起来就A到C的距离 再来看这里 A-D的绝对值 其实就是A到D 整个 整个 加上 加上 C-D的距离 加上C-D的距离 A-C-D的距离 那C-D是这一段 C-D是这一段 好 那 哦 我发现 这个地方要写简的 不好意思 这个题目都是要交的时候才写下来的 A-D的距离是全部 然后C-D的距离是这一段 所以这两个一减 全部减掉这一段 剩A到C的距离 所以这里也是A到C的距离 好 这是这一题 然后 绝对值A 是这一段 绝对值D 是 这一段 好 所以整个 这两个合起来又是A到D 好 这个是绝对值A嘛 这个是绝对值D 对不对 所以整个合起来 再扣掉C到D的距离 好 所以这个也是A-C的距离 所以哪一个跟原不一样 好 是D一个跟原不一样 对吗 下面这一题 2乘以10的2次的5次 那 我们根据这个 指数率 这样子 它也要5次 它也要5次 就是A乘B的5次 是A5次 是B5次 所以变成2的5次 乘以10的10次 加上 4乘以10的5次的2次 所以是4的2次 乘以10的4次 那这个部分呢 它们都有10的10次 所以可以结合起来 所以是10的10次 2的5次32 4的2次16 32加16 是48 不急着换成4.8 最后写答案的时候再换 所以这个东西去除掉 8乘以10的4次 那这里是一个关键 就是我们算了很多指数率的题目 我们有习惯看到 我们算了很多科学记号的题目 我们有习惯看到这样的东西 就把它视为是整体的 可是其实题目没有帮你刮起来 这里没有刮号 所以并不是8乘以10的4次当成除数 不是 它是怎么样 我们这个计算的顺序就是 除完8 再乘10的4次 因为你如果有刮起来的话 会变成这一整个被除了 所以是这样子 对不对 8乘以10的4次在分母 可是它没有刮起来 所以实际上呢 是它除了8之后 10的4次是乘的 不是除的 所以上面是48乘以10的10次 48跟8约掉是6 所以这一题最后的答案是6乘以10的14次 所以最后这一步是关键 不要把8乘以10的4次想成是一个整体 它其实是先除8再乘10的4次 那这题我们写过了 来看最后这一题 这个0.0001的8次 小数点后有几个0 那0.0001呢 先换成科学记号 它是10的-几次 1234-4次 这个东西8次 所以它会变成10的-32次 这个应该要很熟练了 那这样子的东西小数点有几个0 我们之前有介绍过 这里复几次代表在出现那个数字之前 它的数字就是1 代表在出现1 前面有32个0 那这32个0里面 其实有一个是那个0点的那个0 所以把那个去掉 小数点后只有31个0 这是这一题 那到目前为止呢 其实我们就把这个第一章 绝大多数比较复杂的题目都说明过了 还包括要怎么去想 那其实有很大量的就是简单的计算的练习 是要你们自己去做的 所以请真的要自己去找题目 如果你是老师或家长的话 一定要找题目给你的学生练习 那我们不可能就是只看很难的题目 然后简单的题目都不练 你这样解难的题目也会解得很辛苦 那这个就是我们第一章的内容 那我们最后呢 有作业啦 不过都要考试了 那出作业有什么意义 那我们的作业就是 来走迷宫 这个是我画的迷宫 我本身非常的爱画迷宫 我会有上传一个档案 你们可以去下载 我会把它掃起来 然后这个迷宫走完了之后呢 还有进阶版 这是我得意之作 云山彩药 你会看到它其实是这个 它其实是一个等高线图 然后这边有图例 有说明 就是我们来看这边 如果它是桥的话呢 你就可以从上面走过去 可是你不可以在桥半途跳下来 你只能从上面走过去 可是如果底下有洞 你可以从桥下面那个洞转过去 这个是桥 那如果画成这样子 这个是阶梯 阶梯一样可以从上面走过去 你也一样不能从下面 跑上来或跳下去 你只能从上面走过来 可是呢 它这边走过来的时候 就过不去了 对这个侧向的来说 阶梯就会挡住它 但是桥的话 可以从下面转过去 其他都是障碍物 有兴趣的话 可以下载去走走看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课程了 好 好 好